被宣布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近7个月后 广西营保监局党委员副书记赵乳林被双开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1月22日消息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营保监会纪检监察组 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营保监会纪检监察组 广西壮族自治区监委对广西营保监局党委员副书记赵乳林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银报监会纪检监察组组长李欣然当时要求 倡导廉政金融文化构建和谐健康的亲亲关系 要继续保持高压态势 切实加大金融领域反腐败斗争力度 坚持言字当头对存在腐败问题的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大鬼小鬼一起抓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11月20日报道 今年以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助银报监会纪检监察组先后 对八名监管人员离职后违规任职问题做出处理 并推动银保监会出台制度 对监管人员离职后任职审批进行规范